主料,鸡蛋四个,迪金面粉八十克,细砂糖八十克,玉米有五十毫升,泡打粉二分之一小勺,绿茶粉两大勺,辅量,紫薯一百五十克,炼乳十五克,白汤二十克,水五十毫升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将紫薯去皮切小块,上锅蒸十五分钟后,用擀面杖压成泥,放入炼乳, 白糖及适量水拌匀即可,咸酱鸡蛋的蛋黄细砂糖混合后用打蛋器打瓣,分三次加入玉米油,每加入一次都用打蛋器搅打到混合均匀再加下一次,拌匀后加入水,轻轻搅拌均匀,再将低筋面粉和泡打粉,及绿茶粉混合后扇入蛋黄糊里,用橡皮刮刀拌均匀,成为蛋黄面糊,将拌好的蛋黄面糊放在一旁静置备用, 将蛋白分三次加糖打发到湿性发泡的状态提起打散剂后,再白拉出弯曲的尖角,分三次加入蛋黄糊内翻翻均匀即成青森蛋糕面糊,把面糊倒入敷了膝脂或油脂的烤盘,抹平,并用力的震挤下,让面糊内部的大气泡烤出, 把烤盘放入月热好180度的烤箱,烤15-18分钟,直到表面金黄色,取出道口,在蛋糕烧冷却后,把蛋糕搬过来,使表面重新朝上,在蛋糕表面抹上一层子薯泥,用油脂把正好的蛋糕卷包起来,两段拧成糖果状,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定型后,即可切开,烹饪技巧, 请根据自家烤箱调整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